大家好,歡迎來到一個人發握風的時間 今天來到2024年大十四個星期 已經好一段日子沒有直播了 其實不是不想直播,不過很難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難 又加上天使,我現在只是坐著直播,其實我都在流汗 自從上一週講了改名,上一百的節目不是上一週 講了改名之後,其實還想講改名的東西 只不過寫稿未寫完就很難得去 所以就沒有開播了 其實現在進入這個狀態,盡量都不找人講話 其實真的需要直播來講話 有時候覺得自己沒有營養,又要抓別人來聽 或者別人剛好經過聽到也是 但我覺得就是不想浪費大家時間 所以就不應該開直播,所以就沒有開直播 但有時候還是忍不住,還是要開 所以今天終於決定開一開了 今天的題目就是叫大家快點離開 如果大家看到今天的題目 那為什麼呢? 原因是我覺得 我已經覺得毛利出越來越極端 毛利出越來越極端 毛利出越來越極端 首先 買一雙鞋,在下面是有阿拉的字眼 有阿拉的字眼,然後警察一哥就了解中了 首先我想知道,其實這件事我想知道的是 其實如果鞋底有阿拉的字眼 其實跟警隊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在我們的法律裏面,有什麼關係呢? 鞋底有阿拉,其實是犯了什麼罪的呢? 其實我想知道的 很多人不明白的就是根據一般的情況 警察要查一個人是一定要一個罪的 例如說,在法律裏面,殺人是一條罪 我查到那條罪,殺人 查不查到就一回事了 我想知道的是,其實有一個真主的圖案 當然,我同意不應該侮辱任何宗教 但是,侮辱宗教算不算犯罪? 其實真的要問的,這是一個問題 那...如果...他在回教,當然會有回教法 我也明白 那絕對是犯了回教法 但是我們普通人 是不是under回教法的侮辱呢? 這個又是另一個用人的東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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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看看這個東西 怎麼刺下阿拉呢? 其實他真的屬於...如果我這樣看 其實他真的屬於自己的高跟鞋的一個設計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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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今天我... 我...在鞋帶裡面印有A字啦 有L字啦 有A字、H字啦 那... 這幾個... alphabet 然後... 你把它照成... 放成阿拉 那...你又算不算 那...假設我是一個鞋箱啦 那...我出了一系列的鞋子 那...有A啦 有L啦 然後有A啦 又H啦 那... A、L、H 三個字 那...你買... 誤對這樣 或者... 系列裡面有幾對啦 那... 然後... 然後... 就組成了A啦這個字啦 那... 算不算... 又... 是... 侵犯... 無法... 無法... 真主呢? 我想瞎一下 問題都是... 我必須強調的是... 我無意無法... 任何宗教 我只是想問的是... 我...可能沒有心的喔 我只是... 想... 我的鞋子有幾個數目 因為... 因為... 剛剛沒有... A、L、L、A、H 對不對? 那... 我印到鞋底裡面... 分開印吧 我不是說一次過啦 我只是說... 我有一雙鞋是A 另一雙鞋是L 另一雙鞋是H 那... 真的拼得出A啦這個字的喔 那... 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算... 冒犯了A啦呢? 是不是? 所以... 我覺得... 為什麼我叫大家快點走呢? 是因為... 你可以看到這個民族主義... 越來越嚴重 我們所謂的... 越來越... 左啊 越來越左 那... 之前那個鞋襪的問題 都已經是一個啦 那... 已經搞到CK Mart 就一身矮啦 那... 現在又來另一個... 就說... 就說... 有個鞋底 有個... 阿拉字眼 又糟糕了 OK 好啦... 那... 因為之前我在Facebook 有看一些關於 CK MartFacebook的... Boycott的新聞啦 不是新聞啦 文章啦 之類的東西啦 那... Facebook就會彈... 彈一點 關於... Boycott的新聞給我的 那... 當然... 偶然而已啦 真是很偶然 很少很少見 因為始終... 我始終都是看話語東西多嘛 所以他始終是偶然才彈一下 那我偶然看一下 那... 在模擬中 看到一個... 什麼問題呢 他彈出來的時候 他說他是一個馬拉人來的 那他就說 他要... 他在找... 取締所有... 非... 本地馬拉人的... 商品 即是... 如果他買油 他要買本地... 馬拉人的商品啦 馬拉人生產商的油啦 那... 你推啦 鞋啦 米啦 所有的啦 基本上他就想將... 只是... 買馬拉人 那... 老實講 如果你問我呢 買國貨是應該的 在這個時段 絕對是買國貨是應該的 但是... 買本地馬拉人 的... 國貨 而將唐人 旁人 這些全部提取 那...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極端種族主義的問題 已經不是一個... 普通的買國貨的... 活動 OK... 所以... 它是一個... 很極端的種族主義的問題 OK... 好了... 嗯... 那... 那... 因此而... 就要走了嗎 那... 但是... 你可以看到走下去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樣的... 種族主義 那... 是什麼意思呢 那... 呃... 呃... 舉個例子 呃... 在美國現在... 拜登和... 呃... 呃... 拜登和特朗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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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其實很明白知道... 在經濟上... 他們沒有拿...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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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顯眼的成績出來的 那... 當然拜登那邊就最主要就是... 呃... 所謂的... 呃... 左膠... 想法啦 那些什麼... 同性戀啦 甚至乎... 呃... 呃... 只要你認為你自己是男人... 呃... 只要你認為自己是女人... 你就可以進入類似啊... 這種... 這麼傻的東西啦 那當然就... 就... 再來就是... 開放邊境啦... 接受男人啦... blah blah blah... 但同一時候他們就會... 但是最... 拿得出來的就是... 打中國牌啦 就是... 呃... 怎樣限制中國啊... 因為... 現在中國人... 或者中國在美國... 的群體裡面... 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 呃... 呃... 他們... 即是引起了... 美國人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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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高興啦... 不喜歡中國人啦... 那... 沒有誤會... 我沒有興趣在這裡談這個問題... 我只是想舉一個例子而已... OK? 我只是想舉一個例子... 所以不要... 扯去中國和... 美國那邊的東西... 雖然... 我是... 不喜歡中國的... 但是... 今天的話題不是在那裡... 所以我不會想說的...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OK... 無論拜登也好... Donald Trump也好... 他們有些事情是... 爭... 有... 就是... 針對對方啦... 譬如說... 拜登要開放... 邊境... 那麼... 呃... Donald Trump就說... 不可以開放冰境... 那麼... 呃... 拜登就說要... 電啦... 行電啦... 那些東西... 那麼... Donald Trump就說... 不是的... 能源要自主啊... 這些... 那是有爭鋒相對... 但是... 他們兩個... 對方... 都很明白... 最拿得出來... 最有成績的就是... 打中國啦... 即是封鎖中國啊... 假稅啊... 啊... 啊... Donald Trump甚至乎就說... 我要將那些企業搬回來... 美國啊... 從... 中國搬回來... OK... 那麼... 他們兩個的做法... 現在就是... 這個... 中國牌可以打嘛... 那麼... 他們就... 不斷拿出來打啦... 即是... 你要封鎖中國... 我們... 打一次先啦... 一個比喻啦... 你打中國一拳... 那麼... 我為了... 要... 爭取... 選票... 我就... 打中國兩拳... 跟著... 那邊又說... 啊... 你打兩拳了... 那麼我打三拳... 你可以看到的是... 其他東西都... 沒有東西可以作為... 他們一個政績的時候... 他們就拿中國牌來... 來... 來作為一個... 政治籌碼... 這樣去爭取選票... OK... 那麼...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從那裡... 看得出... 因為... 民主選舉這個... 我對民主選舉... 沒有問題的... 我的意思不是... 要反對民主選舉... 我只是想說... 由於民主選舉的... 這樣的一個... 制度... 就會導致... 如果有一天... 他們發現... 回教黨... 回教黨發現... 喂... 這樣強調這個... 本土馬來人啊... 本土阿拉... 回教啊... 即清真這些話題... 有選票的時候... 又讓他們贏到的時候... 那麼... 那麼... 巫統啊... 火箭黨他們啊... 那會怎麼想呢... 是不是要加強這個呢... 因為如果... 他們不加強的話... 那麼... 萬一他們輸了呢... 輸了選票呢... 那他們怎樣啊... 那麼... 他們輸了之後... 他們堅持... 說... 我們要... 中庸啊... 我們要... 顧著華人啊... 顧著紀令人啊... 這樣... 但是... 一直贏不到啊... 反而... 那些... 呃... 州啊... 那些其他的城... 全部打民族主義... 可以贏得選舉的時候... 那你覺得... 反對黨要怎麼做呢... 就是... 萬一他們... 火箭啊... 武統他們... 因為沒有... 沒有... 馬來人而不能當選的時候... 你覺得... 他們要怎麼做呢... 對不對... So... 有一個很大的可能性就是... 結果就是... 兩邊的黨呢... 都要加... 為了爭取... 呃... 馬來人的選票... 那他們會不會當阿May說... 呃... 乾脆就變成真正的回教化了... 對不對? 哈哈哈... 真正變成一個回教國... 現在他們不是這樣的... 雖然我們... 搞得好像是這樣的... 但是... 其實... 我們對外都還沒承認是的... 那... 會不會來一個殺手間... 其中一黨說... 為了贏選票...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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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個大招呢... 就是所謂的... 這樣就很嚴重了... 那... 那... 說真的... 嗯... 沒有幾多個... 大... 又... 回教國呢... 是... 有... 好的發展的... 那... 就算你說杜拜都好... 杜拜完完全全... 這些全部都是有... 用油來... 即是... 用石油賺到錢... 然後想... 解脫石油... 依賴石油... 因為他們知道... 終有一天... 石油會... 會開光的嘛... 會... 甚至... 現在... 杜拜知名的... 不是石油... 是那些... 大廈... 那些沙漠的... 游水池... 之類的東西...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他們不是... 走一個... 真是很傳統的... 回教主義的... 多多少少... 都是... 離開了... 很... 很回教的... 那個路... 我想說的是... 一個... 很... 傳統... 很... 極左的回教... 是... 是... 很有問題的... 一定是... 會阻礙發展的... 我可以跟你說... 一定會阻礙經濟發展... OK... 所以... 一定會阻礙經濟發展... 一定... OK... 好了... 那... 由於有這個... 這樣的想法... 一個定調... 我的想法... 我的定調... 從此... 你就可以看回... 以... 認證一下... 這個新聞... 就是... 你可以看到... 這陣子... 就是... 日日在這裡... 越走就越左... 越走就越... 越... 越回教閣... 那樣的上身... 所以... 長遠下去... 會是怎樣呢... 你自己不難想像... 會有幾大問題的... 那當然... 這些... 鞋箱... 第一時候... 當然是跳出來啦... 因為為什麼... 就算我知道有問題... 我都先道歉了之後... 然後... 我再把這個鞋... 鞋的品牌... 或者什麼... 埋了去... 然後我就可以撤出囉... 如果我弄壞了這個品牌... 我弄壞了這個箱... 我怎麼埋啊... 我連本都拿不回來... 我怎麼走啊... 所以... 這一刻... 他們一定... back off的... 但是... 做商人很簡單的嘛... 我們... 做商人... 有一個宗旨... 我們為錢... 我們不為淡氣的嘛... 那這一刻... 我當然不會和你吵啦... 我就讀協啦... 沒有問題的... 對你來說... Sorry...Sorry... 但是... 你會發現... 這個國家... 真的不能玩下去了... 也許... 他們慢慢就... 萎縮... 這個... 本地市場... 即是說... 既然不能玩下去... 我... 我... 可能嘗試買了去... 找一個... 另一個... 馬來人... 或者... 找一個... 人家打討我們所謂的... 欸... 很好賺的... 怎樣呢... 好賣給你... 買了就... 拿自己的錢... 去其他國家... 繼續發展... 是不是... 譬如說... 我去泰國... 也沒有這個問題的... 我去... 越南... 也沒有這個問題的... 甚至乎... 我現在去印度尼西亞... 都不會有這個很大的問題... 是不是... 或者是印度尼西亞... 去發展... 所以... 他們不會立刻... 有什麼問題... 因為... 都說啦... 商家是不會跟錢作對的... 但是... 他只會慢慢萎縮... 慢慢死咯... OK... 所以... 這個是我一向的定調... 大家都知道... 我... 走得的人就沒有留下來... 這個是一向的... 但是... 我只可以... 說的是... 這種種東西是在印證著... 不是... 你出是... 帶布夏柱... 那... 很多人一定會問... 那你又不走... 喂... 我將近50歲啊... 怎麼走啊... 我沒有... 幾百萬 cash... 然後我可以去泰國買一間屋... 慢慢滅... 我沒有這樣的錢啊... 大哥... 我現在仍是一個... 作為一個... 近50歲的老坑... 我是首庭口庭的... 境界啊... 是不是... 而且... 我賺錢的地方... 都不是靠米利出的本地商家啦... 所以... 嗯... 所以... 所以... 暫時都頂得住啦... 那... 我最嚮往的新加坡... 又不會想要我啦... 因為... 他們要一些年輕的人去... 去... 去國家貢獻... 去到... 又沒有... 又沒有... 又沒有大學資格... 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 去不到的... 那... 去其他國家... 其實... 其他國家都是一樣樣的... 你要去其他國家... 移民... 他只有兩個可能性而已... 一... 你夠年輕... 你... 你是他的... 年輕的血量... 我們所謂的... 一...你就帶自己很多錢去了... 只有兩個可能性的... 你... 有大三個可能性的移民... 啊... 但是... 另外一個情形就是... 好像... 我看到那些香港人... 他們為什麼可以一話走就走... 是因為... 他們手頭上拿著那些... 全部都港幣幾百萬的屋子... 只要他們當年... 賺得差不多... 拿著幾百萬... 甚至乎幾千萬的港幣... 要去哪裡不行... 對... 所以他們說走就走... 因為他們... 雖然作為一個中產... 但是他們在其他國家來說是有錢人... 那我的窮人在一個窮國家... 就不可能去到其他國家了... 所以我是走不了的... 所以不要再問我... 為什麼我不走... 叫你們走... 因為... 你聽到這個殘道... 你不會是一個路過的人... 因為... 沒有... 不是我朋友... 不會走來... 聽我犯一封... 不會聽我廢話... 所以... 我... 我... 做直播... 我真的純粹... 是想跟朋友說兩句話... 那麼... 為了你們好... 那麼... 在我的角度... 可能你們不覺得我為你們好... 那麼... 在我的角度... 為了你們好... 我都是勸你們走得好走... 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麼... 我也在Facebook 見過有人留意... 當... 當... 其實你會看到... 如果你看我的Facebook... 我經常會有那些... 那些新聞彈出來的... 那些新聞彈出來... 那... 為何不能留言呢... 我... 我... 經常看有得留言的喔... 不知為何不能留言... 嗯... 可能他... 這些... 種族的東西... 他刪了留言吧... 那些有些留言... ok... 那... 我... 經常都是看留言的啦... ok... 那... 嗯... 我有一把就見到... 那個... 說不理事的東西... 接著下面的留言... 有些就... 說不理事的不好... 那... 另外... 一個人就問那個... A君... 他說... 你不是在瑪莉莎嗎... 然後A君就說... 是啊... 我在瑪莉莎啊... 那麼... B君就問... 喂... 你在瑪莉莎... 為何你要說不理事的不好啊... 哈哈... 我看到這個... 我又覺得很奇怪... 那麼... 我作為... 一個不理事人... 我很清楚... 其他國家... 我不敢說... 因為我不清楚嘛... 但是... 始終我在瑪莉莎... 我怎麼都清楚嘛... 那為什麼我不可以評論... 我的地方... 我的國家不好啊... 他不好就不好啦... 好就好啦... 為什麼... 一定要在那個國家... 就要說那個國家好啊... 這是一個... 很奇怪的想法來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 吃得中共的奶水... 吃得多了... 所以... 總是覺得... 不可以... 批評自己的所在角... 因為... 那裡有點遠了... 回到這裡... 所以... 很多... 其實... 在香港... 香港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 在... 香港... 衰落之前... 很多人都已經叫那些香港人... 好走得就走... 但是... 現在... 很多人... 就因為賣不到屋... 就不捨得走... 就賣不到屋... 走不掉... 這樣... 就冷靜了... 所以... 我現在... 叫你們走... 是因為... 現在... 如果你手上... 還有... 還有牌屋... 還有雙層牌屋... 還有... 有整個牌屋... 賣到的... 有... 賣不到... 有牌屋... 你要Cash out... 你可以Cash out... 你可以走... 陳以價... 如果不是日後... 你... 更差的情形之下... 經濟更差的情形之下... 你... 你走不掉... 你走不掉... 那時候... 你賣不到屋... 你走不掉... 那... 你走得去哪裡... OK... 所以... 我... 說的是... 要... 很快點走... OK... 這個... 講完這個... 那... 接下來就是... 這條牟利... 這條牟利... 就... 就說... 服務中斷導致消費者困停車場... 為加上... 呼籲政府而不懲罰銀行... 我... 說真的... 因為... 那... 這個新聞後來... 我看到是關於... 有一個... Shopping Mall... 那... 當他們要出一個Shopping Mall的時候... 錄不到的卡... 所以出不到Shopping Mall... 那... 後來... Shopping Mall的做法就是... 啊... 收不到錢... 我就開了Git給你們... 給你們走囉... OK... 沒問題... 這樣就處理... 對我們來說是... 處理了的... 算... 但是... 我不明白的是... 為什麼他要說... 懲處... 馬銀行呢? 說真的... 喂... 我... 我... 我作為一個代收錢的人... 關我什麼事啊... 是不是啊... 我... 我收不到錢... 我... 提供不到服務... 是我... 我只是代收的... 所以... 如果你問我... 正式要受處罰的人... 當然是商場啦... 或者是停車場啦... 因為... 困住你的人的停車場... 不是收錢位嘛... 他收不到錢... 他不讓你出貨... 不是... 銀行的事啊... 對嗎? 第一... 第二... 說真的... That's why... for that reason... 其實我是... 很反對... 斬了些錢去的... 當然... 從... 一個... 營運者的 perspective... 是好的... cashless... 其實... cashless... 對營運者是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不用顧cash的位置... 如果你們自己開過店... 或者你們有營運過任何... 餐廳... 或者... shop啦... 有關於錢的東西... 你們最... 作為一個營運者最怕的... 其實就是... 怕那些員工... 落袋嘛... 偷錢啊... 之類的東西... 甚至乎... 不要說... 員工啦... 你... 譬如說你走一間721... 你那些cash... 你會被人打劫... 對嗎? 那些... 呃... 衝進去打劫... 你看到那些... 呃... 右站都是衝進去打劫... 至於此類的東西... 甚至乎... 呃... 呃... 停車場的收銀機... 會被人爆價... 至於此類... 所以... 是... 沒錯的... 你... 不要cash... 是... 對大家都好... 這個我同意... 但是... 給多些option... 是應該的... 簡簡單單... 現在... 我是很窮去打劫... 我不否認... 收多一個10%... 有些... 我... 我不是很喜歡... 但是... 不喜歡歸不喜歡... 始終你要提供這個option出來... 是... 好過... 因為... 我看到有些停車場... 真的只是收... 呃... credit card的... 是完全不收打劫... 我覺得這個很大問題的... 我覺得這個很大問題的... 呃... 原因是... 呃... 原因是... 呃... 我舉了一個例子給你看... 呃... 假的這些都仍是... 知名的商場的... 北京啊... 那... 問題是... 我一擺我去到的是... 一間... 真是那些難泥地的北京啊... 難泥地... 你明白嗎? 真是... 真是一塊地上高... 那個北京... 那... 他原本有收Tashin高口了... 他只是收... credit card... 那一天... 他只是收credit card... 那... 我都堆到... 他入口... 難道我不入什麼... 所以我就拿出他的credit card來... 但是我很害怕... 因為... 雖然... 雖然... 這個停車場是不會... 接收到任何... 呃... 呃... 理論上啊... 他是不會接收到任何... credit card上高的機密的... 因為... 是那個讀卡機直接去跟... 那個銀行的... 搞蝕的東西來的... 但是你... 不排除... 如果有一個hack在上高... 加多一件東西... 那麼... 他就可以接聽到... 因為... 這些... 你想一下... 一個... 一個... 難泥地的Packing... 裏面的收銀員會... 會... 會理這些東西啊... 收到錢就算的啦... 那麼... 你不... 不排除... 第一個... 的... 收銀員自己可以做事啦... 第二... Hacker又可以... Tap在旁邊去... 抄這些... Data... 這樣... 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 我是很不喜歡... 在北京用Credit Card的東西來的... 即使是Credit Card... 不是Debbit Card... 是Credit Card... 我是不很喜歡... 因為... 啊... 講到Credit Card... 最近... 我Credit Card就... 轉去UOB啦... 用Credit Card就知道啦... 我的Credit Card... 在... Credit Card用開... 將近十幾年呢... 未中過任何Fraud的... 講真的... 因為... Credit Card做得... 好好... 在一個... 防... 詐騙... 所以... 其實... 在他那邊... 擋了多少Fraud... 我都不知道的... 因為他不會跟我說... 哎... 我幫你擋下這個Fraud... 不會... 但是從來... 我未中過任何Fraud... 講真的... 那我有兩張卡... 一張就... 用來上網用... 一張就... 用來... 做... 平時... 難解用... 兩者是永不混購的... 所以我只看Statement... 我知道...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 好啦... 我一轉去UOB... 我那張Citibank... 的Online那張卡... 就馬上中一個Fraud... 啊... 不知道... 拌開十幾千... 是用來交... 是英鎊... 兩個英鎊... 兩千元... 兩千元的英鎊... 用來交學費用... 我看到那個平台... 的Transaction... 是交學費用... 雖然Dame是... Rave了... 但是... 都已經... 夠我... 心... 心驚膽跳了... 整個月... 因為他搞了整個月... 才... Rave到... 那... 是啊... 那... 所以我很怕... 很怕... 用Credit Card來... 哦... 交給一些... 不信任的人... 啊... 所以... 我是認為... 停車場... 你要Cashless... 沒有問題... 但是你至少... 至少... 給我Tash & Call 為什麼呢? 因為Tash & Call是... 是... prepaid嘛... 我... 極其量... 我一張Tash & Call 就得... 一百元... 當然... 我見過一些人... 有錢人... 幾百元... 在裡面... 但我不會這樣做... 我最多就... 一百... 二百元... 那... 就算你真的要... 打算我的... Tash & Call 你就拿去... 二百元... 你就拿去... 我還承受得起... 但是... Credit Card... 你一... swap了之後... 你... 那個數目字... 我... 無論可以repeat... 我都好... 我都覺得... 心驚膽跳... 然後... 我又問過UOB... 那我可不可以... limit per transaction呢? 因為我都明白... 我不會... 滾幾千元一個 transaction的嘛... 譬如說... 我逛街吃飯那個... 都是滾來滾去... 都是幾百元的嘛... 那麼... 我... limit向一千元... 至少... 我... 我真的... cancel不到... 我都能承受得到... 但是...十幾千元的時候... 我怎麼承受啊... 但是... 跟UOB說... UOB說... 不行的喔... 你不可以set per transaction喔... 那我就... 啊... 好... 好... 擔心... 害怕說真的... 所以... 回到這個停車場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 不是... BANG的問題... 絕對不是BANG的問題... 是... 呃... 停車場的問題... 停車場怎麼確保他的收錢... 不會被interrupt... 這是第一... 第二... 當... 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 你怎麼去反應的嘛... 你... 你...不是... 你... 你... 就好像... 呃... 我們... 呃... 做的電子門啊... 即是那些... 都一聲去... Magnetic 會鬆開到門... 那... 這些門全部啊... 有些大廈要做的就是... 因為我有做過這樣的... 我有搬過公司... 所以我知道... 有些大廈會要求的是... 它會發出一個訊號給你... 當... 有防火... 即是... 火警啦... 不是防火... 即是火警的時候... 會發出一個訊號給你... 而你這個DOR System... 一旦收到這個訊號之後... 是要... 開啟門去的... 即是... 即是... 立刻要開啟門去的... 我不管有沒有人按... 都好... 但是你就要開啟門去... 這是一個應變的... 措施來的... 那... 回來同樣的... 你作為一個停車場... 你都應該有這些SOP去處理這個... 這種情形... 收不到錢點... 那收不到錢的長度... 是... 多久的長度... 你就要... Kick in你的... 這個Backup SOP... 是... 15分鐘... 10分鐘... 惡點... and etc... 這個... 完完全全停車場... 我不覺得是關於... 馬銀行... 什麼... 什麼... 什麼問題... 啊... 所以... 它說越來越... 電子之負傑... 但是問題... 是... 是... Made Bank的問題... 是... 我... anyway... 所以... 我... 我是認為... 這條貿易是... 真是... 不知所謂... 是完全錯方向的... 是每一個... 經營者自己應該... 應該處理的問題來的... 啊... 就不是說... 哦... Made Bank收不到錢... 那麼... 貨幣散布你去... 購物不是東西啦... 那你錄卡... Made Bank收不到的時候... 你怎樣... 你... 叫得對方... 訂下的貨物... 或者你跟他講... 你... 你有沒有cash... 你頭上... 或者你有沒有其他卡... 又或者你有沒有... hash and go... 或者...grab tape... blah blah blah... and etc... 那麼... 你是要有這些... 多一個option... 給別人選擇... 你處理這個問題... 或者你有... 任何應變方法... 而不是走去找... Made Bank的錯... 對不對... Made Bank... Made Bank... 造成很多困惹歸魂... 很多困惹... 那麼... 我們不是說... 不愛Made Bank啦... 我們是找其他Bank啦... 那麼多... 我們本地物理出... 都是很多Bank啦... 為什麼一定要針對Made Bank呢...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他要針對Made Bank... 我們... 有這麼多Made Bank啦... 對不對... 所以我... 我認為這個是... 是... 很嚴重的事情... OK... Anyway... 那麼... 我不是又想... 哈哈... 其實我不是想推任何東西... 因為我... 不會給你我的... reference code啦... 但是... 講到這個... 呢... 我不是... 講話... 我很擔心... 我不會用我... 普通的Credit Card的... 那麼... WISE 本身呢... 是一個... Token Base來的... 我可以跟你說... 它是... registered under Malaysia Bank... Bank... 但是... 它不是Bank... 它是... Token Base的東西... 只不過... 它可以用... Visa Master... 即是... Credit Card的... Channel而已... 但是... 它在... 呃... 它在... Made Bank的... Category裡面註冊呢... 它是屬於... Token Base... 其實就好像... Tashanko一樣... 是一個... reload... prepaid的reload而已... 不是Credit Card... 不是... Bank... 所以你放在裡面... 多少錢都好... 你不會有利息售... 因為它沒有Bank... 好處是... 因為... 它會... 你可以... 申請一張... 嗯... 你可以跟它... 申請一張... Visa Master... Credit Card的... 所以... 你可以拿... 那張卡去... 去... 賺錢... 去付錢... 但是...prepaid的嘛... 所以... 你的帳戶裡面有10元... 它就可以... 但它又不是... 它又不屬於... Debit Card那塊... 因為... 有些情形... 是不收 Debit Card... 它只是收... Credit Card... 所以... 你又不可以... 撿 Debit Card... 打一打二... 你就真的... 不要拿你的 Debit Card... 拿出去... 隨便撿任何東西... 因為... 如果是你的主帳戶... 一出事... 你的主帳戶... 就... 很糟糕了... 所以... 我會建議大家... 拿個... Price... 身賺那張卡... 如果沒有記錯... 是35元... 應該是馬幣35元... 拿那張... Physical Credit Card... 那你就可以... 在這些情形裡面... 用喔... 拿去錄... 你... 信不過的... 好處是... 他在於... 申請過35元... 你... 你... 大一... 大二... 他... 真是很不錯... 大一... 他可以設定每個Transaction... 啊... 可以最高多少錢啊... 還有... 每個... 一天的Transaction... 可以多少錢啊... so...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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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真的... 有... 可以有... 可以有... 很多啊... 說到Security... 其實Rice... 真的... 所有... 都應該學他... 但是... 回到這裡... 所以我覺得... 這些是停車場的問題... 而不是... 收錢... 那個... 我們講... Payment Gateway的問題... ok? 好了... 政府要推一些什麼 社險計劃 投保年齡 跳高到60歲 其實就和 什麼 EPF有一個 一千萬 一個千萬 這個News 是 一樣樣的東西來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是一樣樣的東西 即是我懷疑 政府是真的沒有錢 所以他需要 這些錢進去 需要這些錢進去 撞大他的 錢 我們計一條 計一條數 什麼Interest 這是很困難的 Compound Interest Comp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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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est Compound Interest 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 45歲 要一個Million 我們計18歲 18歲 開始做工 選擇18 27年 OK 27年 我們計27年 OK estimate interest rate 我先給你6% 好嗎 平均向你 每年6% Interest rate Valination 不要計 Compound Frequency OK 假設我們每個月 供一千元 Compound 你每個月供到一千元 你都是只有七百千 你都是只有七百千 你只能這樣 Compound OK 要去到二千元 Comp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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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Million 那1500元 我們計 OK 差不多了 一個Million 即是說 你每個月供到1500元 那你就 可以有 而且我在說的是一開始 如果你一開始少 後期多一點 你都做不到這個 這個效果 OK 一個Million 27年 一個Million 我純粹計 你18歲 開始做工 一開始做 做27年 你有45歲 之後 你就有一個Million OK So 然後 你有1500元 放下去 OK 如果你 每年 每個月 可以放1500元 的話 你最少 要有多少錢呢 你要有5000元 的 contribution 5700元 左右 700元 的 因為 你 你的股主 18% 才算 20% 1400元 我計 1500元 所以你一開始做工 就要有7000元 的收入 7000元 的收入 7000元 的收入 一個月 你覺得 是什麼 警方 是什麼 警方 20幾年前的7000元 不是現在的7000元 現在 Freshgrade 都不會有7000元 你怎麼來 20幾年前 一開始做工 你就有7000元 一個月 我只是遭遇解算 我都不能算盡 你應該要有7000元 到8000元 你才會有 每個月的1500元 contribution 你才可以做到 27年後 你會有 而且我不計 上上下下 我計到你盡 你每年都拿6% 已經是很盡 很盡 一個秒 不是 所以 很明顯 這些新聞也好 這些新聞也好 做什麼呢 他希望你訂錢 進去EPF 或者這個新的 不知道什麼東西 保險 社會保險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 極度懷疑 我高度懷疑 雖然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東西可以證實 但是我高度懷疑 而 EPF是沒有錢 OK 那 講到EPF這種錢 即是 退 讓老退休金 類似這樣的事情 其實不是你需要的 基本上 在整個世界的所有國家 大部分 都幾乎是一個 龐氏編局 幾乎都是一個 龐氏編局 什麼意思呢 龐氏編局 就是 拿後面的人的錢 來給前面的人 即是說 嗯 我們年輕的那輩子 就正在供應 因為你年輕嘛 你剛出來社會做工 你很不容易退休的嘛 而且你要退休 你都真的 才能得到錢的嘛 所以 你只是 靜入不出的 除非你說 我移民啊 我 因為根據EPF 是說 除非你移民啊 你奉棄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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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籍 你可以申請 拿出來 否則你要到退休年齡 才可以拿 那你退休年齡 未到 那 那 那 他們 承認的就是 你一定是 越來越多人 年輕的一輩子 因為我們看到 雖然最近 我們聽都聽 年輕的一輩子 不結婚不生孩子 那 那 另外一回事 但是 當日 設計這個 龐氏騙局的時候 他們的 assumption 就是 接下來 越來越多人 contribute 他們就可以拉上 補下 即是 龐氏騙局 就是 用後面的人 擺在前面的人 那 當然 原本 不是龐氏騙局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們想 那些退休基金會拿 這些 退休 你們訂的錢 進去投資 當然 有些國家做得不錯 那就不是龐氏騙局 真的做到事情出來 但是做到不好的國家 那怎麼辦 真的變成龐氏騙局 只不過你們不知道 對吧 所以 這種新聞跳出來說 我有EPF有多少 blablabla 我始終認為 他們要你 訂錢 那你想想 很久以前 為什麼 不是很久以前 以前 為什麼 EPF 不讓你 甚至 可以訂多一點下去 其實以前是不可以 訂多一點下去 你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說 在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這個 這裏 很大部分 是純粹 他做工 所以我說 他要成七千元 二十幾年前 開始七千元 OK 回來 為什麼現在 突然間 可以 每日 多點錢 然後就騙你 這些 就是因為 他空虛了 他需要人家 訂多錢 所以他死猛地跟別人說 好啊 EPF 好啊 你訂多錢進來 然後養老 所以 他越說這個 我就越害怕 因為 我懷疑 政府很空虛 各父空虛 同樣地 我之前的節目都說過 EPF會空虛 我很懷疑 就是因為 他們 將那些錢拿出來 賠錢 即是MCO期間 或者後來那些 都在那裡不斷派錢 我始終問一句 錢從何來 都是那句 甚至乎 好像安華說 我免你們的套錢 那些錢 錢從何來 是不是 這些全部 始終我們要答一句 不是要市區 但是 錢從何來 一定是要答的 所以 甚至乎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 為什麼 政府派的錢 在 TASH&GO裡面 是要另外 一個戶口 是不可以CASH out 之前的節目都說過 為什麼 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可以CASH out 其實就是 不想太多錢流入去 正式的CASH money 就會造成通脹 Anyway 這是錢的問題 回到這裡 我們先問 為什麼以前EPF 不會死猛 叫我們去存錢 以前的EPF 不會說 以前的婦女 不需要照顧 嗎 為什麼現在的婦女 才要照顧 以前的婦女 不能 不可以 自行 自行 和 婦女 在家裏做工 都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現在又可以了 是不是 為什麼一直要 要叫人家 入錢下去 所以我一直很懷疑 我們是沒有 EPF是沒有錢的 OK EPF是沒有錢的 所以需要 一些新血 看完 這個EPF 我已經很早就說過 我很早就懷疑 郭富空 回到這裡 好了 突然來到一個 說 要家庭主婦 即是 其實他們發現 EPF 找不到水 那就下來 說 投資保險 的一個計劃 OK 其實 如果你留意 很多 很多 金融 金融界的 金融的 金融 做金融的 到最後他們都會去搞 保險 原因是 其實 保險是一個 很划算的 借錢方式 什麼意思呢 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會說 保險 保險 你投保多少錢 你要過後多久 之後 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你要拿回多少錢 就算他給你5%來算 其實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 5% 雖然真的每個月都是 每年到阿密 都會有5% 但是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所以 從他們商家的角度來說 這個借錢其實是很便宜的做法 因為 什麼都不用 他只需要 稅利進去 所謂投保 他就能借到這個錢 你不需要 你想想 我作為一個商家 我要向別人借錢 我又要 抵押 又要做 背景檢查 又要成 那又未必是拿到5% 那麼低 之類的事情 但我向你 拿這個 叫你投我的保 即是你投 投資你的 保險 然後我就 就可以 拿到的錢 然後我做了我的東西 我賺了之後 我開給你 然後為什麼是保險呢 因為 保險當然是很奇怪的 尤其是 失去生命 殘障 你不會故意去騙 這個保險 你不會斬了自己的手 或者 跳樓 然後 扮衝出馬路 去騙保險的東西 這個機會很低很低 所以 他拿自己的錢 其實很安全 他知道 他可以拿到 幾乎是 二三十年 在那裏 做他的投資 所以這個是 做保險 很多保險的做法 去賺錢的地方 賺錢 你想想 不要說這些 騙局 先說 先說 原裝的 保險 那保險 賺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每個保險都跟你說 你扔這麼多錢 下來 過後 每年就 給回5% 再回到你 等等 他賺什麼 他沒有收你任何東西 他還要付錢 所以 然後 你又看回 那些 誰來買保險的人 他們是收購的 他們在賣東西 收購的 好像推銷員 所以 其實 做保險 是一個很賺的東西 除了車的保險 車的保險 因為很多都騙錢 之類的東西 但其餘的 健康保險 病保險 很少人會去騙他們 因為也很難的 所以 保險是一個很容易 對商格來說 是一個最低成本的借貸 雖然他不像 但是 如果你仔細 研究 他們的 營運 方式 其實他們真的是一個借貸 但 他 包裝得很漂亮 他跟你說 我是保護你 我是保險你 但是 其實是一個借貸 OK 回到這裡 一樣 連60歲 都可以 投保 將所謂的家庭主婦 社會 保險 調高到60歲 調高到60歲 所以 這裡就提到 這個 什麼 SKSSR 什麼 家庭主婦社會保險計劃 擴大受惠的眼鏈 要將55歲提供60歲 簡單來說 就是 想 找多些 韭菜 進去 contribute 都是那一句 OK 所以 就做一個滿年的對付 保費 80元 所以 其實 你不要看他 說到 很低的 保費 其實 他最主要是因為 要將那個 入門的門檻 減到最低 方便 如果我一來 跟你說 每個人要 供幾千元 幾萬元 一年 你已經很多人 會打退黨股 因為 已經超出負荷 但是 我跟你說 幾十元 幾百元 一年 你還負擔得起 你就會自然 就 中計 但是 我始終是想說回那句 總結 今天已經整個小時 我也說了很久 總結今天想說的 為什麼 題目叫你快點走 就是因為 極端的種族主義 是很危險的 OK 雖然有三個數目 只是一個 好像很禁忌 但是那個禁忌 其實提醒了我們 極端主義是多麼危險 OK 也不只是 明年初發生過 現在都亂出都發生過 排華 記得這件事 OK 接著就是 這些 這樣的EPF 這些這樣的新聞 這些這樣的計劃 其實都 正正是 表現 其出 政府沒有錢 要挖錢的 一個 計劃 來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OK 那麼 跟著就是 這些人 其實真的有 捉錯用神 我當然給大家的建議 就是 去欣賞一張 WISE.com的卡 OK 所以 對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不知道哪位朋友 在Facebook看 整個鐘 有沒有留言 不知道 一貫會看那位朋友的方式 但是 多謝一位 朋友 陪伴了我整個鐘 雖然 那個view 是誰 我不知道 但是 有一個一字 我覺得 真的 好像有人陪伴我 聊天 其實 我覺得 我健康 是真的 不會放月下的 最近 不知道什麼問題 這次 壓力大 為了賺錢 就 真的 背了很多東西 上身 所以 搞到 我有時候 真的不想做節目 只是 想 就算 那 都是 之前 都是之前 說的 就 不是很想 麻煩人 那 原者上調 那就 謝謝你聽我的直播 那就 謝謝 好了 下一輩節目 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過我們下輩節目再見 拜拜 我 我 怎麼 都 給你 我 來 我 有沒有 我 你 對